我算是比较新的 不知道有没有资格 但是我想借这个机会 对牧师和师母表示 我从个人感觉是很感激 我和我太太大概两年前来到这边 我们还没有完全信主 但是知道这个教会是我们以前想来的地方 来到之后就和牧师和师母谈过几次 其实我们表示就是受到欢迎 但是有没有受到那种pressure 我觉得很感激 另外就是说我觉得教会 大家把教会作为一个家庭 我觉得牧师就像家长一样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是在医院工作的 然后有时候是寄进值班 就是非常难了 然后看到牧师是什么 看到地方 就是往往是教会有什么人 有什么问题 他们总能要拍照 说非常敬佩 然后我觉得对我们家来说 就是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 莫师 是梦里面感觉很明亮 我还是想明亮 这不能再 我还想对别人跟前述 他们把我绑得多 我想说两件事情 有一次 我和老公 我们有点事情 夜里都九点 我想可能是十一点当作 我们要去医院 让小孩子睡了 我也不知道 因为很晚了 都不知道找谁哪一看 小孩也不可能说 把小孩从床上抱起来 带到医院去 我和老公想我们一下 这个师母打电话 师母和我们打电话 他们就过来了 陪着我的小孩 小孩在睡觉 然后后来我们可能 两点多可能回家 师母说 你的小孩好贵 他们根本没有醒 他睡得好醒 然后他说 然后他就回家了 所以 所以我总是在醒 所以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就那么习惯地 去师母 打电话 我的妈妈 在中国 这么多年 师母在我心里头 一直都是 在叛眼镜跟母亲的决生 其实我来之前 我跟我妈妈关系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妈妈是个性格 很坚强的一个人 基本上她做过的决定 你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她的 但是我从师母上学到了很多 我现在跟我妈妈的关系非常好 不好意思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这些人带小孩吧 有的时候 给我自己的压力特别大 我 我们孩子小的时候 我就是总是想给他们做饭 做了好吃一点 自己紧张饿了个半次 我可能生在小孩的时候掉了 本来就不胖了一个人 可能掉了十多磅 然后师母总是关心我 她总是叮叮我 我就说你要小心 你自己啊 怎么怎么怎么 她也是会打电话来问我 因为我很长时间都不开车 所以有很不方便 然后有时候我可能跟 其实我很少跟我自己的妈妈倒铺水 因为觉得 我以为妈妈很担心 但是我有时候跟师母 有时候跟师母说一些话 记我师母 她一到我们家 我觉得她给我带了很多很多吃的东西来 她把她冰箱 你的东西大概全部搬到我们家了 我当然很感动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什么都没说 其实我这么多年 我都没有跟任何人提过 也没有跟师母和牧师提过 我觉得我再不提的话 我觉得他们都走了 我以为还是不会提 所以说能不会 今天把她提出来 真的 你们给我做了一个特别好的榜样 我以前其实从小到大特特别顺 你知道吧 一直都是什么好学生啊什么顺 找老公也找了好老公 所以我看我自己觉得 就是自己心愿啊 怎么怎么拍到去看自己 我觉得 你们身边镜子啊 我把时间给别人 我居然有人可能说你的时间到了 很难说再见 很难说再见 我愿意问大家 你们认识了 这是徐姆女儿 好 徐姆女儿 这个階段 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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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老師給他一本書叫Fullstead 那最後我們會講到 就是說我們基督徒 我們是跟著神的教宗走 那現在在教會裡 Local教會裡 牧師就是我們的牧人 牧養我們 那我想在這裡找一些照片 讓大家看就是說 牧師的教宗 只有一點 那剛剛桑莉亞已經看到很多 那第一個我們看到是 虛弘的小孩 或是像虛弩 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姐妹知道 他是一戶 男男是一戶子 因為有教會 因為有牧師師母 然後我們成為教會的一家 下一個 這個照片是小孩 但是大家知道這是在哪一個教會照的嗎 記得嗎 我們的老教 我們的老教 這一照片是在North Riverside 我們有在那幾年 大家記得嗎 講台上的字是什麼 經文,講台上的經文是什麼? 這是我們大家常和面的,我們大家可以今天嗎? 鐵沙羅尼加說,對不起,我這也答錯了 那中文是說,常常喜樂,不住禱告,還事先,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裡為你們所定的旨意 所以這是以前牧師在納斯瑞洛布塞,我記得大家常常看到,給我們下一個 這剛剛大家也看到了,這是年輕的Laurie,還是年輕的Laurie 然後這是念書潛,念書潛是一個很好的歷史,大家也知道它的過程 從一個留學生,有了PhD的學位,然後去繼續讀神學 然後現在在加拿大部會 下一個 下一個 那接下來要大家猜,有三張照片 在這三張照片裡頭,有一個共同的人物,請大家注意看 請你按下 也許不是很清楚 再下一張 我們試用來改正確實用一個標誌 沒錯,這師母 所以我們這裡有西水房,我們這裡有駕駛的游泳,有寶寶夜 像莎妮娅剛做的 這是在這個教會發生的 這是2002年3月31號我們憲堂四周年 這是十個小孩 其中五個今年或者已經上大學了 十年的時間 剛剛邱弟兄還有侯弟兄也提到禱告的事情 因為我們在建堂 建堂就是禱告來的 我們從9月 牧師帶領9月開始禱告到3月6個月 禱拜六早上 我們有弟兄姊妹 同心的到教會來禱告 這就是牧師的一些很簡單的教宗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第一個 如果牧師師母有拜訪過你的 請你舉手 牧師師母 讓我去家見你 請你舉手 請換下 牧師師母沒有到過你家的 請舉手 沒有拜訪過你 大家看得到 好 第二個 牧師師母有跟你一起禱告的 請舉手 有為你禱告 也許在家衛 也許在車子上 在任何地方有跟你一起禱告 請舉手 那 OK 情況下 沒有的請舉手 牧師還沒有跟你禱告過 因為這是很好的機會 謝謝大家看到 最後就是 牧師 你在這裡走過的路 我今天早上聽到 他說 基督為我們生命 那牧師是把他的生命 投入在這教會 謝謝你過去十四年 把你的生命放在這裡 跟我們一起付自主 我們會懷念你 好 抱歉 我覺得拿著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 非常感謝牧師師母 在這十四年當中 培養出我們很多弟兄姊妹 在各教會 寄屈的服侍主 而且忠心的服侍主 不只是我們弟兄姊妹 更有一位牧師出來 這是在書泉 對不對 我們非常喜歡書泉 這也是牧師師母 精心的培養出來的一個牧道者 這是屬靈的果子 神的果子的節 節年下去 在這裡呢 我非常感謝師母 因為我跟牧師 我跟邱文 跟牧師師母同工了非常多年 十多年的時間裡頭 師母常常的 有的時候會教導我們怎麼樣服侍 而且在服侍當當中的時候 我們應該謹慎些什麼 有的時候呢 尤其在禮拜三的禱告會的時候 我特別欣賞 原因就是什麼呢 因為牧師在帶我們讀經的時候 一字一句的 常常把一句的聖經之中最重要的屬靈的意義點出來 也許是一個字 也許是兩個字 所以在我讀經的過程 雖然我1986年受洗 真正在聖經上的扎根的基礎的話 是牧師跟師母奠定的基礎 所以常常我現在的時候 做一件事情 遇到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突然聖經的句子就會跳出來 跳出來在我的腦海裡頭 其實都是這十多年來 牧師師母在我們讀經的方面呢 扎下了根 所以她常常教導我們 尤其是師母常常說 人若智節 必能做神貴重的器皿 教導我們要過聖節的生活 必須要 人必須要聖節 當我們服事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聖節 必須要聖節 不管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做基督徒的 保羅也講 我們就像一個舞台一樣的 世人都在觀看 沒有什麼事情不會彰顯出來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聖節 也教導我們說 今生的驕傲 肉體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都會過去的 唯有主的道是永遠長存的 這個詩話呢 常常警醒我自己 因為我的孩子都非常的好 常常我有的時候呢 人誇獎你 有的時候是會的 但是呢 你不能夠把它當作 你怎麼樣 當作是說 你的追求 真正是人的 主的道才是永遠長存 這些都會過去的 不管眼目的情欲長多漂亮 你什麼 都會過去的 只有主的道才能夠永遠長存 而且呢 也教導我們主耶穌基督是光明之子 我們在神面前是赤裸敞開的 沒有什麼事情不會被看見的 所以我們沒有什麼隱藏的 我們必須作為光明之子 行在光明之中 所以我們有的時候呢 在跟牧師師 跟師母的時候 遇到很多的難處 當然在這十幾年的難處裡頭 其實我們追究每一個難處的時候呢 其實我充滿著喜樂 神真是奇妙的恩典 非常非常的奇妙 非常非常的奇妙 有的時候很難跟人家分享 但是分享呢 有的時候很難開口去分享 但是你卻發現一種得勝的喜悅 在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喜悅 既然表面上你是受屈辱的 但是你卻有了得勝的喜悅 所以我覺得呢 我非常感謝牧師師母 因為在人生的過程之中呢 我們會遇到很多的苦難 很多的艱難 但是呢我們如何的躲避這些試探 如何的能夠分辨不再做小孩子 我們要長大成人 做成熟的成人 我們必須向師母 也教導我們如何順復 順復是非常重要的 教會裡頭如何的運作 既然會眾 大家經過禱告 每一個弟兄姐妹 沒有一個不是在屬靈的家庭裡頭 都在禱告的 但經過大家禱告以後 我們要有一顆順復的心 讓神的工作繼續的推行 而不是作為神工作的攔阻 所以我們常常要自我警醒的禱告 自我警醒的提醒自己 是不是有些事情 我們需要能夠不做 或者是能夠放棄自己 這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聽到牧師師母要離開去德州 其實我在我的內心 坦然的跟你們講 我是非常高興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裡 牧師師母已經培養了很多的弟兄姐妹 在各教會 甚至於牧師 孫寶舟 或者是各 都在做忠心的服侍 我覺得牧師師母到了德州以後 對那個教會也會有很多的幫助 對聖經上的紮下基礎的話 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神的活度 是必須要向外擴展的 必須要向外擴展 會推展的 我也希望牧師師母能夠繼續 繼續在神的工作上呢 能夠紮根 幫助弟兄姐妹紮根 接觸更多蘇聯的活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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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I just want to thank the pastor and Shumu for everything they've done every time we come in in the morning for praise team practice we see their smiling faces and write it's seem kind of early in the morning 它是很高興看到他們每次看到他們說 好, how are you doing? 還有, Shumu,她 always remembers 我們的生日子 我看起來很小 但每次她都給了我們 她說, happy birthday 那就是我們很多 我記得我當我 baptized 她給了我第一 Bible they gave me my first bible and i still have that and i always have that and it's always a part of them that's really special and it's going to be really strange when they're not here and but i know this is god's will so it's his will for them to go to texas so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thank you 弟兄姐妹好 好 我來了我幾天 差不多有幾年了 一年多都在張外面打過 我來過 家裡生幾年的時候 就在幾幾年在家裡 就是找我們教會 一直找到教會 找到這裡教會 找到我們家裡教會 沒有車 師母跟牧師 幾個弟兄 就坐禮拜就到我們家裡 坐禮拜 坐完再把我們送回去 坐了很久 後來我們搭高車 就是提到我們也去買一個車 買完我們也不會開 學學學學學 沒學幾次就開了 家會買了就去家會 但後來時候 我妻子有一種叫什麼病 剛才那個劉拜 就講的那個 憂鬱症 憂鬱症 做了很久 但我就是說 很久的時候 我叫他去看看也不好 但有時候都經常 操勞師母跟牧師 打電話 跟他講 祈禱什麼 牧師師母來看 我妻子到家裡祈禱 也帶到他家裡去祈禱 好幾次都是 但我 騎著又去做工 做完的時候 回來 在路上 沒車了 一兩點了 叫老闆 每次都是叫老闆很麻煩 但是一直朝鮮一趟 人家也不好 兩點了 三點 打師母 你能不能幫我 那個車帳裡面 那個國媽裡面 我妻子幫我接回他一下 他老闆把他持工了 就扔到那個 國媽裡面 他現在不會講 英文也不會講 豬豬車怎麼叫 他後來又打師母 去接 他後來遇到什麼人 後來 師母車都開出來了 我打電話 師父你不要開出來了 我其實有人接了 他會送過來 還好一點 人 就是這樣 我來到這裡 開店也是找師母 牧師 大大小小 都是大胖 他還介紹一個很好的朋友 這個 蔡麗萍 我們 蔡麗華 信什麼東西 都是蔡麗華 她介紹 幫我 大小事情 都是幫我們去處理 真的是母 幫我們很多人 跟牧師 就是說 開店 做什麼材料 都是她替我們去辦 才開這個店 我很感謝她 知道嗎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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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 站在這裡 是代表我的家庭 我想 在一個公開的場合 說一聲 對牧師師母的 真心的感謝 07年我来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人先来这里的 今天实际上 我的一家其实也没有在这里 今天我上午送Michael到飞机场 我的太太和小儿子 他们已经在北京 所以今天还是我一个人 所以我必须要在我的家 代表我的家庭 我们四口 向牧师师母说一声谢谢 我记得刚刚来的时候 07年刚来的时候 我在这里 我们在那边 有个上周的牧师的教会 给我们推荐 但是也没有推荐 后来我就在这边找 找到的话 就找到这边的教会的网址 那当然就是牧师电话 就给牧师打电话 找到牧师 后来牧师我还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是临时的一个住房 在那里面去探访我 跟我一起祷告 后来在整个过程中 四年多的时间 牧师实际上也是一直在鼓励我 要鼓励我服侍 但是我非常应当是自己责备自己 其实我做的不是很好 但是有一些点点进步 师母呢 就是一直在我们家里 就是一个非常贤惠的 这么一个母亲的形象 我们就是这样的 很爱她 那么她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 大家也知道 好多人去年我们的小儿子 得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病 那么当时就是几次的 就是牧师师母去医院去看我们 看我们的孩子 那么当时后来就是这个 苏千就是后来就是说呢 说我们在这个美国 其实没有亲人 这个其实最后呢 其实要真正去看我们 都是教会里面的这些姊妹 还有牧师师母来看我们 我们确实觉得呢 在这教会里面 感到这么多的爱心的 这个浇灌和这个 真是一种享受 所以今天呢 我觉得呢 就是说 我并不觉得是一个 很伤感的事情 但是呢 但是我确实想 我以一种非常欢喜快乐的心 我真是向你们表示 在一个公开的时候 向你们表示感谢 我觉得是因为在 过去这几年 从牧师师母身上 得到了这样的牧羊 浇灌和爱心的这种榜样 我觉得对我们一家的 最后一生 一世 包括我们孩子未来 都是一个很好的祝福 谢谢你 非常感谢牧师和师母 我们来大概整三年了 来以前我从底特律 查到教会的网站 接电话的第一个人 就是牧师 所以那会儿 其实我们的联系跟教会 从那会儿开始已经建立了 然后师母就是安排我们住啊 什么的 帮我们找这个房子啊 从那会儿就开始联系 牧师也 师母也一直鼓励我 啊 陈奥良你要起来做建计啊 你看你有这么美好的家庭啊 你看你有买了这么好的房子啊 要感恩 其实这次我学到第一个功课 就是从师母身上 但是一直好多年就没有机会 因为每次感恩节来 很多弟兄怎么要做建计 就没轮到我 这次也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非常非常感恩 也就是 同时也想利用这个机会 就是确实 从这三年时间里面 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从牧师师母身上 特别这个爱心理问题 我们从这次我们小孩儿怀孕到出生 我就 我就算不出来 牧师和师母到底到我们家去了多少次 一会儿有时候去很短 丢下东西就走了 哎呀 打开一看 哎呦 我们家又能起好几天 所以就是 那会儿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哎呀 我说 这以前就是 我们家没事没灾的时候 没得到这个师母的爱心 一旦有什么事的时候 确实是 哎呦 弄得我们每一次 非常感动 我们就是看到那饭食的时候 我们觉得不是饭食 那真是师母牧师的一颗爱心 嗯 就是 嗯 另外一个事情我就觉得就是 就是Q弟兄刚才说的 他们对物质上的演习 那是跟师母聊天 我说你们这次去怎么走 他们说就是一个包 坐飞机过去 哎呀 我说那你们去了怎么办 怎么安排 车啊 房子怎么弄 但是他们都这么欢喜快乐 就说一个包过去就行了 所以 他们对这个物质上的演习 和我们对物质上的演习 进行天阳之彼 嗯 可以说他们也是 牧师和师母把他们自己 交给了主 也把他们一家人也交给了主 就是这么 嗯 有时候那么轻轻想一想的话 真是 他们是人 我们也是人 但是 他们对这个物质上的演习 跟我们对物质上的演习 确实有天阳之彼 这也是我们以后要继续学的功课 嗯 就是 利用这个机会 也 也确实 从心眼里感谢牧师和师母 对我们的牧羊 也求神大大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的一家人 谢谢 谢谢 十四年前也是牧师和师母第一次来找我们 我当时我们是在做零售上班 也是非常感谢牧师师母 从那时候开始 我以前在香港有接触过 但是来这边 因为工作为了生活疏远 也没有正正到去查经班教会 但是呢师母牧师 那时候我上班 在旁边摆听 弄个小椅子 在旁边跟我讲福音 那后来因为我确实太忙 他觉得也是 因为这样的话 可能也会影响到我的生意 还有客人 他们也不是那么方便 那后来我们就商量一下 就是 我九点钟下班 回家九点半 我们十点钟在一个餐馆 在Grease Eddie家那个餐馆 我们查经 查到十二点 半夜十二点 可以想象 牧师师母的工作量有多大 然后这样 就单独对我跟Lucy 两个人 这样来传福音 神爱我们每一个人 传福音 如果你是信了主的 就不要再让其他人来服侍你 需要我们一起去服侍其他人 如果你没有信主的 神拆了他的仆人来 让你有这样的福分 又让你有这样的机会来信主 那是你的福分 也感谢牧师师母 这十四年来 在半岛教会一直摆上 愿神也纪念他们所有的摆上 一切荣耀地归于我们的神 也祝福牧师师母 以后的脚中 变身 看顾保守你们 谢谢 谢谢 I want to speak in English for the first time because my husband is American I have sorry I have a bad Chinese accent and I my daughter since we moved this area my husband always work on the weekend someday so he mostly every Sunday not me fast so since I partner in the I got my child we just any Sunday around this church almost the song and I just want to say before a lot of time I call past the wife and talk about I am a husband pop a lot of everything in the she never stand by my side I wasn't angry about that but that's a long time now we we've been together past 12 years and I suddenly understand the event and and we feel more tied together because I believe God and I respect him in the and I feel pastor in the past life give me big strong home in here this church supports like me this experience mayor to American because last thing I really don't know and I didn't really mean that and also that make me I met some old lady and then I can Sophie I eat your mama your mama teach me cook everything because it's a hard for us American American and then they come like a story the old story in the teach kids deal before America not the culture and I think I appreciate in the now